当一个人念我要成功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人其实他不成功 因为在潜意识里面 你给宇宙发出的信号是 你是个穷人 你不成功 你是个失败者 那要怎么念呢 宇宙当中最有正能量的两个字 写上叫做 Yes,我是 当你念我是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在吸耳恭听 这个我是这两个字 比什么字都有能量 比阿弥陀佛都有能量 一个佛教徒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有能量 因为他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你他妈跟着瞎念 你都不知道啥意思 听着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 周老师告诉你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负能量 只有不可以被你驾驭的能量 就算这个事是个负能量 你只需要一个转化 立刻把负能量变成正能量 那个词叫做 太棒了 今天你开的车正在走 突然被人撞了 第一句话 不是下来说 你他妈为什么撞我 你没张眼睛吧 我靠你把他骂一顿以后 气得是伤的是谁的身体 你告诉我 病有个新生啊 我们人得病99% 跟你的情绪有关 所以当那个车 撞住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第一句话 太棒了 我他妈没被撞死 那很多人出错祸 一下就死了 你他妈没被撞死 你还不念太棒了 是还是不是 对的各位 就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任何一件事 就告诉自己 太棒了 当年无数人 跟周老师一样 坐在台下 听我的老师 罗伯特提琴提 讲财商 但是为什么成功者 只是少数 因为多数人 坐在台下 都是看热闹的 但是你知道 当年那个 一无所有的 那个小男孩 坐在台下 为什么百分之百 相信我老师 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吗 因为我告诉我一句话 相信他 我又没损失 万一成功了呢 把这句话 写本上 周老师特别渴望帮助你 当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想让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周老师一样 因为一堂课程 改变命运 回到家 光中妖族 做出自己的企业 能够活得像个人 但是我发现 这个世界 我发现 没有人可以救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可以救你 就是你自己 你所排斥的 就是你所需要的 如果你的观点 跟我的观点一样 其实你不需要学了 你最应该跟我学的 恰恰是 你的脑袋里面 有一个东西 跟我的脑袋 那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 那个才是你最应该学的 学习别人成功的方法 和经验 只会让你死路一条 因为别人的方法 再好适合他 不一定适合你 别人的方法 再好适合他 那个行业 不一定适合你的行业 财商 不是讲方法的 财商不讲那个方法 财商讲思维 一千年 覆 Nick 我 五重 前景 全 前景 三百 本 闪 suas 感谢观看